李鋒茹先生 第一次跟李鋒茹先生經歷 是1967年,或者是1968年 我記得我們在香港見面 第一次見面,我最難忘的就是李鋒茹先生 對新加坡的使命感和他對人民的承諾 如果你明白,當時亞洲的複雜背景 和經濟有幾根湖才能夠迷回到他的挑戰 要在無選擇的現實之中 外面來衝動無限的可能 聽起來就很容易 但是實踐實在是毫不簡單的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歷史 很多時候不全公平 我和李鋒茹先生相識很多年 我們聽過的問題很多 李鋒茹先生的思想有很多層次 所以我們無事不疼,很自然 但是最後,我們能夠廣道 用大家的觀點差不多 他的決心是排除盟能實踐他的成立 是值得大家一輩子學習的 李鋒茹先生成立公共政策學院 他跟我說 要為亞洲培放公共服務的人材 叫我一定要支持 我看回到他的父親 馬上就答應 說他的心願捐贈 以李鋒茹先生的命名 是我很大很大的光榮 新加坡由南洋一個海港 變成局際的都會 香港同樣由一個二港 發展到金融中心 新港兩地 都是全其 亦都同時 突轉很多生的階段 兩個地方 有很多是相同的 互相複雜世界和社會的問題 而且 日益複雜對未來的路 要有很多後來的 最近 我在手機找人工智量問 香港和新加坡 是否競爭對手 得出的答案是 聲說兩地 是競爭和合作的混合體 答案都幾有意思的 我明白 今天年輕人看李光耀先生所建立和設計的 可能覺得是頭上的金光劍 希望可以人性化一點 我們要明白在特定的年代和鄉民的歷史背景 當時沒有半點鬆懈的意見 要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 也會打造未來 這就是最人性化的操作 我實在是非常非常佩服它的 有次我們食物餡 我和李光耀先生討論很多對經濟和商業的談論 我跟他講 喂!不如你從商 他就說不如你從政 那些大家都在笑 想起故人 我每次都很慰念他 我才會想起故人 他要求這次行為